临终的时候 阴心载就找上门 来障碍你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障碍你往生到西方西的世界 那为什么在这一段话 告诉我们临终无障碍 目的就是要你广结善缘 对你有好处的 你看那个误打果实 误打果实大家都知道 十世都是高僧大德 但是他的身上有一个燕心在一起 跟着他 生生世世跟着他 到了他第十世做了皇帝的果实 你想一想 能够做皇帝的果实的老师 那个不是一般人 没想到因为皇帝送给他 一个沉香的宝座 起了个傲慢的心 护法神不见了 护法神不护他了 护法神离开了 当护法神离开 他的阴心寨主找上门了 长出了人面窗 差一点送命了 还好遇到了 加诺加尊神 把他调和 才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一想 误打果实 他生生世世都是高僧大的 为什么这个阴心寨主 跟着他 跟着这么紧 深仇大恨 必报无疑 我一定要报仇 让他不得好使 跟着他 你想一想 如果没有接下来 严重的恶缘 他的阴心寨主 会跟着他这样 生生世世吗 不可能啊 那你今天我们想一想 我们跟误打果实的相比 那差得远了 我们今天跟众生 结了太多的恶缘了 什么时候会报 有时候会来的 只是时辰未到而已 当你时辰到了 你跑不了 真的 所以尊敬的 所以统修大的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向 回向最主要的 就是不要再得罪众生 不要再去跟人家广结恶缘 这个回向的意义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去觉悟 那个才是关键 所以不要跟人家接恶缘 真的 我最好的一个例子 你看 我妹妹的儿子 你看 所以我现在对他很好 有时候 从哪里回来 从澳洲 我买点巧克力 给他玩 对不对 有时候买点书 有时候买点那些工具 有时候带着他去玩 我带着他去公园走一桌 有时候跟他一起吃个饭 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没给他 不然的话 以后来报仇 那叫阿弥陀佛了 真的 我真的很麻烦 所以 领异 过去 中国不是一句老话吗 领异得罪君子 也不领异得罪小人 小人都是说喜欢计较的这些 真的很麻烦 要广结善缘 因为人生最可贵的一件就是结缘 这个结缘能够帮助我们 你的生活的幸福 也能够带来众生的快乐 给别人快乐 带来这个世界的和谐 带来这个世界的安定 带来这个众生的快乐 这个广结善缘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 也劝导我的家属 也劝导我的妹妹 宁愿自己受苦 也不要把苦 拨在别人的身上 今天无论谁来对待我怎么样的 没关系 我自己受苦 我不要把我的行为 来带给别人痛苦 这个就是我的观念 我常常跟我们这些佛友 常常这样讲 宁愿给自己 自己受苦没关系 不要给众生来带来受苦 真的 众生一得罪了 人一得罪了 不容易化解 真的很难化解 万家易解不易解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三十一号的那天晚上 师父十二点 带着我们的道场 我们印尼的道场 这些佛友干部 来做什么 来忏悔 来忏悔 来拜忏 希望 二零二年 我一定要改变 从哪里改变 从我自己改变 从我的深夜改变 从我的眼影改变 从我的意义改变 好好来修行 好好念佛 三十一号的那一天晚上 师父很晚睡 一点都才睡 所以 那个邻居 开派对 师父在开门一看 一大堆人 喝酒 开音乐 大家笑得很快乐 一开派对 到了凌晨五点半 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很厉害 你们三十一号的那天晚上 你们做什么呀 喝咖啡 睡觉 烟火 这个不错了 难得嘛 你看雪梨 你看那个烟我一放 真的很漂亮 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 花钱也不 也不小 真的 但是 最主要的 要资本 不能自标 自标不自本 没有什么样的利益 那 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呢 为什么 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 很多人说 师父 我为什么在这个世上 事业不顺利呢 有时候很多事情 能不能能够心想事成 称心如意的 因为你的因缘没有具足嘛 如果你的因缘具足了 你什么样的事业 你都很顺利的 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这个因缘具足 广结善缘 然后第二 你要培养你的福德 培养你的因缘 行布施 行供养 那如果你的因缘 你的福德具足了 必然就成功了 像我们今天念佛 你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你首先具备这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上根福德因缘 你没有上根 你没有福德 你没有因缘 你没有具足 你没办法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用世间法也是一样 你想要发财 你怎么发财啊 你想要长寿 你怎么长寿 你想要健康 怎么健康 发财 长寿 健康 都是果报 你没有因 哪里得到果报呢 是不可能的 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广结善缘很重要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都是靠着什么 靠着缘分 维持这个关系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生活 都是靠着什么 缘分 一对夫妻 如果没有缘分 有可能就在一起 所谓的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个恩就是讲因缘 对不对 像师傅为什么会出家 为什么不成家 没有这个缘分嘛 道理都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出家的命 一定要来出家嘛 对不对 所以 广结善缘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